颱風過境後 烏來面目全非 基督長老教會牧師偶密偉浪直言 風災揭發財團 在山林過度開發的亂象 財團不斷興建溫泉飯店 族人的房子卻被認定違章建築就差 表示政府單位大小眼 風災走過之處 讓許多房屋遭受毀損 再後十幾天 牧師建議 政府應該要納入在地經驗 從臺東之本再到廬山溫泉 只要有天然資源的原住民族地區 開發後的經濟利益 總是有財團或非原住民 掌控 原住民族權益被邊緣化 烏來經歷蘇迪勒風災後 問題一一浮現 這些已開發又違法經營的溫泉飯店 到底是否會拆除 考驗政府破例 記者請顧特急台北市採訪報導